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我們一年一度的咖啡展又要到了 那不知道各位今年除了去咖啡展 喝一些新的豆子 或是買一些新的器材之外 有沒有考慮開始進行自家烘焙呢 那其實這幾年自家烘焙的一種風氣 越來越延燒 其實不光是台灣啦 是全世界 包括日本 歐美 非常多的小型的居家烘焙的器材 都現在在熱燒之中 那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一台 是Sandbox Smart R2 這一台居家的烘焙機 那同時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一些居家烘焙的一些小tips 或是說其實蠻簡單的 大家可能無法想像到說 現在的設備已經設計到說 真的我是一個烘焙小白 那我沒什麼概念 其實我可以按著使用說明 慢慢的一點一點點來累積我的烘焙經驗值 沒有那麼難 不像可能我們以前會覺得說 我們烘焙機可能都像這一種嘛對不對 我同時要控制它的火力啊 或者它的風門等等的東西 我可能要有一點概念 但現在說實在的越來越不需要了 它有點接近比較有一點自動化的感覺 你可以利用你的手機APP 就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 廢話不多說 我們邊烘邊跟大家聊一聊 現在很先進的居家烘焙的系統 OK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烘焙機是這台 Sandbox Smart R2 是一台即將問世的烘焙機 那其實這台已經算是比較大台的 有更小台的 那這台呢 它官方是告訴我們說 可以烘大概550克 其實已經很多了 烘完以後 然後包括脫水啊 我們大概還有將近一磅的豆子可以使用 就很多了 如果以居家來說 因為我烘一鍋大概只要十幾分鐘 十一十二分鐘就搞定了 那你可以喝一個多禮拜 OK 所以已經算是非常夠用了 它的使用呢 其實全程都是用APP來做操作 像它有一個自己專屬的APP 那點進去以後呢 好 我們先來做配對 OK 配對完以後呢 它裡面就有非常多的參數可以做選擇 好 那上面會有些一些曲線 那我們可以選擇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烘300克 那它裡面官方呢 就有一些建議 譬如說我要烘淺焙 中焙 深焙都可以 那它也有告訴你 要充200克 300克 400克 甚至於滿載 它都有一些建議 那如果你是個初學者的話 剛開始呢 你就可以根據你的需求 來選擇烘焙度 譬如說我們今天先烘個淺焙的 關於豆量的部分呢 學長會建議大家 剛開始我們可以烘不要太多 譬如說我們是滿負荷的 大概六成到七成左右 大概可能300到400克 你的成功率會比較高 因為豆子越多 其實它的均勻度越不容易掌控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可以用最大負荷量的 大概六成到七成 OK 那我們就選擇一個300克 好 點進去以後呢 它就會有一些曲線 那我們就直接準備開始了 好 按下去以後呢 它就會開始進行預熱 然後預熱到它設定的一個 建議的溫度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先來秤豆子 然後我們先秤300克的豆子 OK 好 300克的豆子完後 然後等它機器先進行預熱 然後預熱到我們直電溫度的時候 我們再來入豆 那這條曲線呢 它是設計到180度的時候呢 才讓你放豆子 所以其實 如果你比較沒有概念的話呢 你剛開始就按照 APP上面的一些步驟來操作就行了 那現在就是預熱的過程 它目前是 經過了一分多鐘是93度 那我們就稍微 再等一兩分鐘 它就會到180度 那我們再進行下豆的動作 那我們經過五分鐘的預熱以後呢 我的鍋爐呢 現在已經到達我的指電溫度了 那 其實APP上面也會提醒你說 現在該做什麼動作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把 開始準備入豆 然後入完豆以後呢 我們再按確認以後呢 它就會開始進行它的曲線了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那這是300克的生豆 那這一個入豆槽 我們把它打開 然後呢 就輕輕的把豆子放進去 好 完成以後呢 蓋子蓋好 然後呢 就在APP上面按確定 然後呢 就會根據我們原本所預設的曲線 開始進行烘焙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呢 其實它有很多各方的學理呢 或是各方的烘焙的手法都不太一樣 有些喜歡可能剛開始火力大 或是火力不一樣 或是時間比較長 那這其實呢 有各種講究 那如果你是個初學者的話 剛開始的時候呢 學長也建議大家 其實也不一定要那麼的嚴謹啦 你可以用比較 就目前先用官方推薦的方式呢 先去跑跑看 因為烘焙曲線還是要跟你的喜歡的味道做一些連結嘛 譬如說有些大神的曲線 你可能覺得很厲害 但是你喝起來就不喜歡 那也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所以我們還是以風味為當作一個參考點 然後再去回修你的烘焙的一些參數 那Sandbox Smart這台機器呢 它的參數呢 可以分為三大部分 那學長也跟大家簡單科普一下 那其實點進去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它有三個大方向 一個就是火力 就是你需要用多少的火力來幫你的豆子升溫 那第二個呢 是它的風門 就是說這台R柱呢 它是用抽風的方式 當我的風抽的越快 就會把機器裡面的熱源呢 抽出來一些 所以呢 它的升溫就會降低 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滾筒的翻轉的部分 就是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豆子一直在翻轉嘛 那如果我的翻轉速度越快呢 我的豆子比較不容易 在同樣的地方受熱 所以它就整體升溫的程度會比較均勻 那不外乎呢 就是把這三個數據的交叉組合 就會決定了你整體的溫度是跑很快 一下就升到比較高的溫度 還是說我是慢慢的升溫 慢慢把我的豆子吹熟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它三種數據交叉組合 就有很多種變數啦 那這也是烘焙的好玩之處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手法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包括我的機器的極限值 像Sandbox Smart這台機器呢 它算是比較接近直火機 但是也跟我們傳統的直火機也不太一樣了 因為我們傳統直火機可能它有鍋爐 但是呢這台呢 它其實沒有鍋爐 它是直接利用 它中間有一個加熱管 這加熱管是食音加熱管 它是吃電的 那插電以後呢 食音加熱管就會發熱 那這個熱度呢就會直接用輻射熱的方式 傳導到我的豆子上面 讓豆子有升溫的動作 就是利用輻射熱加溫啦 其實每一種機器 比如說大家常常聽到 比如說直火機 熱風機 半熱風機 它的傳導方式呢 都有一些不同 豆子的烘焙的個性上面也會不太一樣 然後一些技術的調整也不太一樣 那剛開始呢 我們也可以簡單一點 就是基本上呢 可以根據官方的參數來做調整 也是不錯的 OK 經過兩分鐘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曲線 其實這個烘焙曲線呢 是非常便利的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節點 這節點是官方設計的 當然 如果你想要自己 你熟練以後 你想要自己做調整 是完全開放的 就是你可以做出自己的充足曲線 那其中有一些數據呢 需要幫大家科普一下 譬如說裡面有一個點是回溫點 回溫點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因為我們豆子 是剛開始呢 是沒有溫度的 是常溫的 那我們裡面 機器裡面呢 我們剛剛預熱過了 所以它溫度可能大概150度以上 溫度是比較高的 但是這時候我把我的豆子 投到我的機器裡面的時候呢 裡面的溫度呢 就會因為我的豆子會吸熱 所以會降溫 所以就會降到一個位置 像我們可以看到 我的回溫點是82度 代表說呢 我的豆子一丟下去 那鍋爐的溫度就變成只剩下82度 然後這時候呢 我要繼續把溫度往上拉抬 然後慢慢讓豆子持續的升溫 所以82度就是我的回溫點 那另外一個概念叫做ROR ROR其實蠻多烘焙的人 其實蠻講究ROR的 尤其是可能有些人他比較想要用 比較快速的烘焙的時候 會比較講究ROR要很大 那什麼叫ROR呢 其實就是每30秒之內 我的升溫的幅度 譬如說假設我這30秒 我整個機器裡面的升溫是6度 那這ROR就等於6 那等於說我的ROR越大 就代表說我可以更快速的升溫 那在某些特殊的烘焙的時候 你可能會需要比較大的ROR 那一般來說可能ROR在15、20左右 可能一般的狀況之下都比較夠用 那就看每個人烘焙的狀態 那包括還有一些其他部分的可以調整 可以看到正面有很多節點 那每個節點其實代表了 這個時刻我希望我的R2能做些什麼事情 譬如說我們隨便點一個部分 這一個節點它上面有寫說 火力是70% 那封門是40% 那滾筒是60% 就代表說在這個時間點 我希望我的R2它的火力能夠符合我的需求 當然火力越大 你的升溫就會越快 那封門如果比較小一點的話 升溫也會比較快 那這些參數的堆疊 都影響到我們剛才說的ROR的部分 在展現的部分 了解了大概的烘焙的介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 仔細的觀察一下 譬如說我現在大約6分鐘的時候 我的溫度已經上到115度了 所以等於說我們可以看 上面有一些曲線會跑說 前面2分鐘到3分鐘的時候 我ROR是14 那我現在是第5分鐘的時候 我ROR已經到了19了 代表說在這一段 我的火力相對來說是比較大的 就用比較大的火力在做升溫 官方曲線當你玩通了以後 測了幾次豆子以後 你可能想要自己調整 那我們可以用兩個方式來做調整 在這台機器 當然每一台機器的設定不一樣 但是我們以ROR來做例子的話 它就可以有兩個方式來做調整 一個方式就是 我還沒有啟動之前 機器還沒有開始跑之前 我就先在這樣的圖表上面 來控制 比如說我第一階段 它幾分鐘的時候 我火力要開多少 風波要開多少 就可以自己先設計了 那這是第一種方式 那它的好處就是 你設定完以後 基本上你把豆子投進去以後 你可以根據你所設計的曲線 讓它自己跑完 就過程之中 你不太需要去管控它 它基本上會跟著你所設計的東西跑完 這是第一種 可能是你比較有概念了 你自己規劃一條曲線 那第二種方法就是 我可能是在烘培的過程之中 我自己觀察我的升溫狀態 那我可能覺得這個時間點好像 升溫的速度不如我預期 那我可以這邊有一個手動 我可以按手動的方式 那即時的就來設計下一個節點 希望它能夠用更高的火力 或是用更小的封門去做調整 其實這兩個手法 其實都比較適用於 對於烘培有點概念的人 因為如學長剛才所說的 如果你根本也不知道說 相對來說這時候好像溫度 到底是高還是低沒有概念的話 你去亂做調整 其實東西也不一定會好喝 所以一般來說還是建議說 你可以不懂的時候 可以先跑官方的曲線 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可以去喝一喝 甚至去看看書 嘟嘟其他大神的資料 然後去做對照 來做思考以後 你可能會對烘培更有概念的時候 你再去做一些細部的調整 包括即時的或一些預設好的都很好 那久而久之這條曲線 你可能烘了50鍋100鍋以後 你對曲線比較有概念的時候 你就可以自己設計出自己 可能覺得很完美的一些曲線 那這個就是每個人的know how 那包括這些東西 也是很多咖啡店的烘培師 他們覺得他很驕傲的部分 就是他有一條屬於他自己的曲線 然後在自裁機器上面 可以讓豆子的表現發揮得非常的好 OK 那我們現在已經烘培到8分多鐘了 那我們到139度了 OK 那我們待會再過幾分 一兩分兩三分鐘 我們就要進入一爆了 一爆的情況之下 我就會聽到 我的咖啡豆的銀皮有爆裂的聲音 這個時候一般人就會開始抉擇說 我是否要準備要下豆了 或是說我要烘得更深 或是說我可能只要烘淺焙 那我可能一爆再多一點點 再一點時間的時候 我就準備要下豆了 那R2這台機器它的設計上面 會希望說使用者可以稍微以一爆為一個 一個臨界點 譬如說如果你覺得一爆的時候 一爆多一點點我就要下豆 就是比較偏淺焙的這個烘培度的話 它這邊有個按鈕叫做 就是一爆的按鈕 就當一爆出現的時候 你按下去 它就會預設一個時間 但是預設時間也是可以 你可以自己調整的 譬如說我現在的設定 一爆是30秒以後 它就會自動提醒你 我們烘培結束了 就準備進行下豆的流程 就可以讓你不會一直往後拖延 一直烘到不是你想要的烘培度 那這些設計本身呢 其實都是簡化 使用者的流程 讓你不會忘記啊 譬如說剛剛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過程 其他都是把一些過程簡化了 包括預熱啊 包括什麼時候提醒你要入豆子啊 包括整個流程 包括到一爆的時候提醒你什麼時候要下豆 所以現在的各種機器 它已經非常人性化的啦 它同時要照顧高手跟初學者 那對於高手來說呢 這些設計本身它都是可以破壞 也可以自己建設的 這提供了一些彈性 所以這就很好玩啦 OK 我們的一爆呢 已經差不多有聽到爆聲了 有爆聲的 啪啪啪啪啪啪啪 這時候就可以看一爆 好按下去以後呢 它就會開始倒數30秒 這30秒是可以設計的 那這是我剛剛設定的 大概聽到一爆的時候呢 30秒之後就下豆 那我們待會呢 準備要下豆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呢 我要先把我的豆槽的抽屜 先拉開來 準備下豆 好現在已經 它已經提醒你烘豆已經完成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的抽屜拉開 然後呢 把這個 OK 然後把抽屜拉開的時候呢 我的豆子呢 就會被我的滾筒的推下來 然後就完成了我的烘豆的過程 這個時候呢 趕快把豆子呢 倒到我的冷卻盤上面 OK 好 然後冷卻盤上面的時候呢 然後稍微把我的豆子呢 稍微均勻的把它推開以後呢 然後冷卻盤呢 就會利用風把熱源帶走以後呢 然後就很快的 就讓你的豆子呢 能夠降溫 完成以後呢 機器就會自動進入冷卻的過程 那整個過程大概就是十幾分鐘 如果預熱不算 預熱大概五分鐘 那整個過程十幾分鐘 其實基本上我們可以說 它是一個全自動化的過程 那也蠻簡單的 經過剛剛的一個流程 大家有沒有覺得其實 烘豆這件事情 好像也沒有那麼困難 但是呢 其實烘豆呢 就跟做料理一樣 其實你要把食物弄熟 當然 過程呢 有一定的流程 沒有那麼複雜 但是好不好喝 當然還是有一些細節 跟一些技術 那像這種家用的 自動烘豆機呢 它提供了一些可能性 讓初學者也能夠快速的 跳過一些很複雜的障礙 然後一些進入門檻 可以快速的就能夠 在烘豆世界裡面呢 可以烘出不錯 正常品質的豆子 當然要烘出很有個性 然後風味非常優秀的豆子 可能還是要根據你的豆子啊 或是說 你喜歡的味道來做細部調整 那這個過程呢 就是看各家功力 跟使用者 它的一些學習狀態 但至少我們可以理解 在這個簡化過程之中呢 可以讓更多的人 進入烘豆的世界裡面 好好地來玩玩咖啡 其實也是蠻有趣的啦 OK 那我們今天關於 Sandbox Smart R2的開箱呢 就到此為止囉 那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多的話呢 可以歡迎大家可以查詢一下 自台機器 它有一些很多額外的功能呢 希望沒辦法在影片裡面講清楚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來了解一下囉 OK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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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